弟兄姐妹 上一次的每日以满列列里 我分享到神的爱已正活在我们的生命里了 今天我在这里继续与大家分享 神的爱是怎么特别在你最软弱 遇到问题的时候写明的呢 我们一起看西门彼得的生命 其实他的一生和我们一样 他的蒙招就是我们的蒙招 他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 他的转机就是我们的转机 他的见证就是我们的见证 主耶稣同时如何带领他的生命 如何写明神的大爱和使命 同样的也写明在我们的日子里 所以当彼得失败的时候 主安慰他也呼召他 当西门彼得告白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主称赞他 当彼得软弱的时候 主扶持他 当彼得骄傲血气的时候 主教使他 当彼得跌倒的时候 主又来赐能力给他 当彼得受苦难的时候 就想起主的爱而喜乐了 当他受委屈的时候 就想起主的爱而悦恼了 当他看见人的软弱的时候 就想起主的爱而包容了 当他来到殉道之处的时候 他就想起主十字架而感谢了 其实我们也蒙主那丰盛的爱 当我们被困于血气 骄傲 争战 跌倒和软弱的时候 我们也蒙受主那 无人能了解的特别的爱 但是许多信徒在最软弱 最困难 最遇到试探的时候 是最难发现神的爱 有时候风平浪静时 好像不太需要神 就比较靠自己的肉体红 看不到神的爱 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经历问题 和试探呢 其实是为了叫十字架的爱 更向我们显明 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 主说你们不要想 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其实神的爱不是带来争战 但是主说这句话 是因他的爱 是不能够接纳罪的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 所以叫我们遇见 许多矛盾和挣扎的事 神是此爱也是公义 神若爱我们 也要把公义给我们 谁是爱自己所爱的 因此要把自己所爱的子民 从罪、死、邪灵的权势里 拯救出来 并要永远除灭撒旦一切 无益的作为 所以在这地上 要恢复天活的过程里 我们蒙恩的人 必定会遇见试探和逼迫 所带来的征战 我们要转机 能拯救、医治、造就人的时候 仇敌是更要攻击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传福音时 就与抵挡福音真理的人 发生矛盾 更实际的 当我们劝勉 圣徒全然顺服神的时候 就与没有同样看见 神的圣徒发生矛盾 与同工 因为关系密切 会发生矛盾的机会也越多 为人的带导 等负担越重 会遇到的冲突也越多 对福音的认识和经历越深 会遇到矛盾的对象也越普遍 这些内在外在的矛盾和挣扎 都需要天国继续的降临 常有眼光 看到主耶稣基督站在我们身旁 圣灵的大人时常充满 才能够看透这些的忙度和挣扎 虽然我们的人生里 会有软弱和有限的时候 但每次我们失败时 十字架的爱就向我们显明 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呢 我们软弱跌倒来到主面前 主的包容、教导、安慰 反而引到我们身上 在这次主赐给我们 绝对的能力的时刻 我们的生命必定要确认 这软弱变为干强的祷告经历 个人的过关是有 但是每当遇到我们与肢体之间的矛盾 挣扎的时候 主持之下的爱更是向我们显明 肢体之间有比较争斗 骄傲的时候 无论是因为自己的动机 或是自己的自卑都好 主就温柔地教导我们 只有在肢体生活 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死而复活 一个人要被主使用 圣灵要降临在他身上 是必定要接纳肢体 因肢体帮助我们的生命和感恩 就像彼得 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后 彼得经历五十一节失灵之后 他完全改变了 为肢体愿意献上自己的性命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呢 在软弱里绝对是蒙神爱的过程了 我们的实心成为肉心 从很多的原则成了牧者的心 我们就逐渐成为能喂养主的小羊的功能 所以主的爱和公义 叫我们不得不要经历地上的刀剑的奥秘 就在于我们一切的软弱当中 成为了爱的化身 容解一切的分担 变为和平了